细说不是胡说讨论但不批判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陈说八道 我是主持人陈楠 可能有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个节目 从production level最低的一档节目 变成了production最高的一档节目 当然可能你们看不到 我们现在身后有预目 我们要抠相你知道吗 而且看我身上手上什么设备 前两期我都是本里藏着手机 这一期我是实打实的 有一个类似于iPad一样的东角 所以现在不要轻易小看我们这个节目 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 这个华语政治圈的事 那先讲台湾 台湾就是说 16号的时候 所罗门群岛政府 召开了内阁会议 决定说与台湾断交 转向与中国大陆建交 然后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女士 马上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大家内心活动就是 你们又花钱买朋友 是不是 我们就成16个国家了 还要怎么样 所以说 但是两边其实吧 都有花钱 谁也别说谁 但是呢 蔡总统这么谴责大陆政府吧 就是是有点逆不同心了 而且这个所罗门群岛政府 人也不傻 人看得出来到底是跟谁建交 才有更长远的发展 是吧 你不能说因为 这个来自两边的压力 然后自己国民的生计也不顾了吧 而且啊 这个所罗门群岛断交这个事情 跟台湾断交这个事情也引起了美国和澳洲政府的非常非常强烈的关注啊 就之前他们那一片有很多小的群岛 他们爱给谁建交 爱给谁断交 这个美国从来没管过 但只有这个所罗门群岛美国非常重视 甚至派了副总统说要跟这个所罗门群岛这个领导人谈一谈 就是说不让断交 所以说大家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有多么的严重 所以之后我们也会拭目以待这个事情 会拭目以待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们也会这个持续跟踪关注 看看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转向香港 香港这边呢 其实嘛 渐渐这个事情已经有点要平息了 最近这个动静也不是很大了 因为可能这个韩国和日本之间打的也是不敢开交啊 所以说我们亚洲的这个新文件啊 关注香港这个重点啊 慢慢转向这个台湾 所以啊 我们这个亚洲 亚洲这个媒体圈 关注的点慢慢转向于韩国和日本啊 但是呢 就在9月17号 港铁公司8点56分的时候 发过消息说 鸿康站附近 有列车发生事故 而且现场的这个图片显示呢 发生事故的车厢 偏离了路轨 断成了两节 列车车门飞拖 有乘客下车疏散 而且啊 我刚才看了一眼新闻 大概有8个人受伤 好在是没有人被确认死亡 不过这个事情啊 就是因为这个港铁的这个负责人 就是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列车出轨 出轨 出轨 这个脱轨的这个事情 可能不是天灾是人祸 那这个时候 这条新闻 我可能就要摆一个严肃脸了 说我现在够严肃吗 不够 还行 比较 我要奉劝有一些人 如果被冠上恐怖分子的名义 你这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说啊 就是你如果搞这些恐怖袭击的话 你会伤害到平民老百姓的生命 这样是真的非常不对的 是你是就是不论出于什么理由 都是会被社会各界强来谴责的 你们不要这样做 嗯嗯嗯 我们现在聊完了华语政治圈的事儿 我们来聊聊华语娱乐圈的事儿 那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上线的老朋友 在微博有房的网友小金同学 请小金同学入场 哇小金同学今天很酷哦 小金同学今天没有被化妆 然后呢就临时被请了节目 所以算是大牌了 就是现在要真有经典是不是 是的 那你没有人跟你说 你现在很像邱里宽 哈哈哈哈 现在找我好 我宽简了 你是王辉最近好吗 哈哈 不太说了 那那其实小金同学 我们今天来聊 这主要的事情就是 周杰伦发新歌了 嗯 对不对 然后对对对 周杰伦我换个文档了 等一下 哈哈哈哈 然后QQ音乐 他发了新歌之后 我当时我当时一起来 我看那个朋友圈 全都在转发 他的他的那个新歌 你是他的粉丝吗 我不是他的粉丝 其实我是个路人啊 就是但是就是 我虽然不是周杰伦的粉丝 我是周杰伦的每一首歌 就是耳熟能详 快点人考那种歌了 我会都跟你唱 因为就是 因为肯定会点爱他 对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都是听着他歌长大的嘛 所以说你不是他的粉丝 也会唱他的歌 这是肯定的 是的 对 然后我当时一起来 整个朋友圈 都在刷他的那个新歌 叫什么 哭吧别怕 说好说好不哭 不是 哈哈 这个歌名就是 对不起 没有什么记忆点 就是说好不哭是吧 然后之后 QQ音乐一小时 就是突破了 二来万家的一个销售量 QQ音乐直接就崩了 然后 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 这样 这样的现象 就是导致一个音乐软件崩溃了 就还是天网了 就所以说还得是周杰伦 然后 朋友圈就会 他们刷屏嘛 然后但是就是 我是自己一看 刚才我也没想出这个名字 因为这名字确实很难记 然后中间朋友圈刷屏的时候 还加了一些他们梗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他们分享 张辉妹的哭不出来 然后人嫌弃的哭个痛快 然后还有人分享 蔡英雲的我呸 管你是上星星 是着风为我呸 管你是哪一类假装 我呸 我呸 都呸 都呸 然后之后我还看了他那个MV嘛 可是刚刚就有人说MV抄袭是不是 对 就是跟韩国之前一个拍的MV 它不是故事情点上 它是镜头的一模一样 是吗 这样就好像有点过分吧 那请问我们后期 到时候把这两个比对一下 知道吗 为什么要偷 好 那现在 我看了两个MV嘛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MV 我说拍的很美了 男女主角都非常漂亮 两个日子 思想清新了 但是情节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创意 但是他这MV播出之后 就有人就列了一个表 就是他所有MV里面的梗 致敬的梗 有很多嘛 彩蛋 然后包括什么 不能说的秘密啦 然后包括大家说 周杰伦爱和奶茶这个梗啦 然后包括东京铁塔啦 天空树啦 这个告白呀 分手啊 这种 他铺了很多梗在里面 所以大家也是说 好多营销号在转发说 说是说 不要哭 但是最后看完这MV都哭了 作为粉丝 斯肯尼之后也很感动 就是他有很多用心 小细节在里面 但是作为路人呢 就是说一句比较中立的评价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这首歌就是 哼 普普通通了啊 这是小金同学说的啊 到时候我们会把他的 微博放放到下面的名字 骂伞出话 找大家去骂他没有关系 但是我好听 好听 之后 他这首歌的评价呀 也是从 我看豆瓣从八点几分 降到五点几分 然后很多人就是说 说这首歌你要放在十年前 中原来是一样的 就是感觉是没什么变化啊 所以说 很多人就有 我看了一个微博网友评论说 感觉唱片时代的男歌手 不知道是懒还是难于突破自我 都是在卖平凡 千篇一律的口水歌 不是说不好听 是觉得没什么进步的追求了 同气到某些女歌手 反而在设立不同的风格 音乐水准提升很明显 譬如林一连 蔡依林还有艾依良 我们都是艾依良 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华语乐坛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还是在很努力的做创作 因为其实我是真实觉得 最内地的华语乐坛 就是你知道 那样了 对 但是就是这些 虽然天王没有努力 但是地板盟仍然很努力 对啊 然后我们刚才谈到陈珊妮啦 魏如轩啦 他们的制作的这个风格 都是很多变 其实我觉得说陈珊妮 就是他和这人一样是在 在实际二十年前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作中的 对 他也是很多灵感 是非常前卫先进的 但是近几年他还是很努力的 在往就是现代电子方面的进行创作 创新 对 请大家点开Q月搜索 他和魏如轩的合作曲 不要不要 真的很好听 我是觉得这种歌真的很好听 就是我们以个人的角度来讲啊 他们也没给我们钱 对吧 是的 对 然后 也不妨碍公主 所以然后 好有人说 这一本新的MV讲述的就是 男主使用佳能5D工作 女主靠卖奶茶 买了120画幅的哈苏 送给他的感人故事 这个MV教育我们说 生云穷三代 单凡毁一生 摄影师也无法承担昂根的器材和学习费用 但奶茶真的很暴力 对啊 这个是真的 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是在摩尔本 然后这个奶茶店开的啊 就是如雨后春孙一般啊 就是到处都是奶茶店 然后到处都有排队 很多老大也是 就是跟通去排队嘛 所以说奶茶还是很好的一个文化输出 嗯 周杰伦也是抓着这个梗 之后呢 还有人就说 还有人说这个林俊杰嘛 说林俊杰 林俊杰哭了 说我陪你周杰伦去喝奶茶 结果你找我有一天阿信来唱歌 然后 但是林俊杰也是 他准备 他准备出了新歌嘛 就是将故事写成我们 嗯 所以说我刚刚上网听了一下 他那个trailer 还不错 所以说 他唱歌的就是 限套能力来说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 其实他创作也 嗯 还算在努力的路上啊 因为他很努力 在写一下他自己风格歌 因为他前期的 呃 自己作词作曲的创作 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近期他的专辑 就都在 就是自己 就是一手 做所有事情这样子 你看眼睛是卡不住 是不是 是的 哈哈哈 没有鼻梁 没有鼻梁 哎 我觉得医美 医美赞助 是不是可以进来了 哈哈哈 好 所以说 那我们这个娱乐圈的事儿啊 就也讲的差不多了 大家也看到我们 我们 呸 呸 从来 所以这一期啊 大家看到这期神说八道 也会看得出来 我们不只能聊娱乐 还能聊经济 聊政治 什么都能聊 就是 神说八道 就是 陈南胡说八道嘛 所以说 我们大家 说了之后 也就说了 然后如果有冒犯啊 就是 你也别找我们 我要来微博罵 我是陈南胡说八道 他还是很好听 很好听 好 那感谢大家 我们是对着这个机位说 还是对着那个机位 对着这个机位 哈哈哈 我们只有一个机位 哈哈哈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神说八道 我是主持人陈南 感谢小金 还有小金 拜拜 拜拜